新郑市出土珍贵文物2000年前昭明镜研究价值极高。 3月15日从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传来消息,在近期对皇帝孤立景区孤立西路的施工过程中发现两处墓葬,经过考古工作人员抢救性发掘出土春秋时期,东汉早期文物共计29件。 据了解反次出土的文物分数两处春秋灰坑内出土,文物共计八件分别为板瓦,环底罐,淘水管,在另一处东汉早期墓葬内出土淘气,淘罐栋十二件,西蒙时机,大拳五十前壁八枚,汉静一件,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做工精美时景十一七厘米,厚度零七厘米的昭明镜,近卫有十三个精美名闻汉字,作为装饰为研究汉文字, 提供了真实的历史印记,据查阅考古资料汉代昭明镜,以文字作为主要的镜被装饰,充分显现出二千多年前中华民族深邃的智慧和文明汉代昭明镜中,存在一种十分特殊的铜镜,其外形与一般铜镜无数。 但当光线照射镜面时,在墙上可以反映出,与镜被明文和文士相应的影像称为,透光镜非常珍贵,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本次出土的文物, 对于研究群灭六国之后新政县城的所在地,有较高的参考价值,同时春秋灰坑,汉代墓葬,唐宗明清墓葬的存在, 使新政不同历史时期,文化层叠加的体现,也从侧面反映了该是历史悠久,文化底蕴深厚。